如果进入空岛基地会随机获得空头武器 游戏会怎样 这个机制有意思啊 真这样游戏会有这些改变 一 空岛基地跳的人更多 进入空岛基地就会获得一把空头武器 这个诱惑也太大了吧 要知道空头武器都是非常强大的 拥有空头武器 钢枪会更厉害 在之前基本只能通过空头来获得 现在进入这个基地就有 那开局跳空岛基地的人肯定会变多 其他地方跳的人都会变少 二 很多人拿到空头武器就会跑 不过虽然跳空岛基地的人会变多 但是有些人只是为了拿空头武器的 虽然在空岛基地有一次免费的复活机会 可是被击杀了之后空头武器也就没有了 所以一些技术不行的普通玩家 他们就会去空岛基地里免费拿空头武器 拿了就会离去 到其他地方再收物资 三 空头没人抢了 这样该有个严重的弊端 那就是空头变得毫无吸引力了 因为在之前大家抢空头基本都是为了里面的武器 可现在跳空岛基地就有空头武器拿 根本没必要去抢空头了 到了中后期将全是空头武器